其實我才是哥哥 就是 對 剛剛前面他是問我說那個 你問我什麼 就問他說因為是哥哥 所以是不是要就是比較尊敬他 長輩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說你沒有把他當長輩嗎 聽說專輯做完了 輕鬆快樂 沒有啦 其實我們在做專輯的時候也是很開心 只是他完全是另外一種模式 我們會進入一種比較窄的那種感覺 是 是 好 是 好 好 好 哈囉我們今天來到錄音室錄音 非常難得因為平常我們都是孤獨的兩個人錄音 但是今天我們迎來了我們的錄音夥伴 嗨 我們也是平常都孤獨的兩個人 對 今天錄音室感覺會非常熱鬧 好多人 期待 讓我們一起來期待一下 這世界有給我什麼學校 該想試試看 你好激動了 今天太大分 你什麼事情該試試看 然後我唱高一點都 但是我怕如果再高一點會不會 我ok 你ok 真假的太好了 太好了 那你不要試一下補歌 好 好 2 3 4 好 去老婆 成年都害怕 你生命就應該是這樣 就受過了霜 也不用害怕 唱頭會為你結成絲綁 世界無情的流氓 看不早已少了倔強 有明天的花的霜 你娘都不想要 我要你來搞 想要你搞嗎 可以來試試看 我比較像你說的 我覺得是氛圍或是 歌要往哪個方向 對 因為我也在想說 因為之前也有過就是 可能高低都入 然後後面再看一下我什麼 是 你人在我的心裡爆炸 我還要靠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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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我才是哥哥 就是 對 剛剛前面他是問我說 那個 你問我什麼 就問他說 因為是哥哥 所以是不是要 就是比較尊敬他 長輩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就說你沒有把他當長輩嗎 我就說我覺得我小時候好像 我有印象以來 你就在我旁邊了 所以我沒有覺得有一個像長輩 因為我有姊姊 所以我知道那個姊姊跟他的那個差別 是 他就很像我的品輩 對 陪我一起長大 所以我沒有把他當哥哥 而且我還跟 我稍早還講說 其實好像科學證實說 其實我才是哥哥 有 我有感受出來 他滿在意這件事的 先出來 因為這故事他不是第一次講的 他不是 不是 每一個合作對象說 我 我才是哥哥 我才是哥哥 我也沒有很在意 但是他沒講一次 我只是聊天而已 他滿在意的 好好聊天 我只是聊天而已 那你說為什麼科學 為什麼科學說 你把科學翻出來 我也不知道 因為就有一次 我也是聽人家跟我分享的 就跟我講說 你知道你才是哥哥嗎 我就說為什麼 他就說因為 其實先出來的人玩獸運 對 對 以邏輯來說是 他也聽過這個理論 因為我後來也覺得 我跟他比起來 我其實比較愛玩 我比較 像弟弟 同心 對 而且我很喜歡娃娃 可愛的一些東西 就是 如果以個性的玩具 什麼的 我其實很喜歡 比較愛玩 對 然後 我就覺得有時候我比較像哥哥 以前小時候會這樣覺得 真的嗎 對 那你們都會同班嗎 還是沒有 我們自從 這個就是我弄他 我在國小二年級 三年級的時候 有一次 我沒寫功課 然後老師直接說 徐戰龍 出來 然後 我當下知道 其實是我沒寫功課 老師叫做人 老師完全不敢承認 然後他就乖乖的站出去被打 然後打完之後 老師就 他就直接說 老師我好像是有寫的 被打完了 才反映這件事 然後老師就直接傻眼尷尬 他發現他自己念錯人 Oh my God 你出來幹嘛 對 然後老師就把我叫出去 等我再被打一次 好慘 然後老師就惱羞 他就寫了 以前都寫聯絡簿嘛 老師就惱羞寫了一大串聯絡簿說什麼 就是請管好家裡面的小孩 然後什麼就是老師答錯人 就老師把所有的錯都怪在家長 然後去跟主任講說 這兩個人不能同班 然後我媽以後就不讓我同班 從那時候就不同班 對 後來就沒有同班過了 哇哇 好酷的story喔 小時候我真的覺得蠻像的 小時候真的蠻像的 因為我們開始有不同的喜好 興趣 對 現在我們順利的收工 大家要一起坐電梯回家 收了 收工 很高興這一次可以邀請 展榮展瑞一起合作 對我們來說 也是嶄新的創作模式 歌名就叫做好奇 點開它 涉入在我們的全新專輯 無情怪物當中 你對人生還有許多迷惘嗎 還是你對每一次機會 徬徨不安 不知道是否要前進呢 那就趕快來聽這一首歌吧 現在在各大數位平台都可以聆聽 也可以購買實體專輯收藏囉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地球日誌 如果你喜歡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大家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請問這台車 請這個是